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熱門創作影片亞軍 第一名的則是 摸摸摸摸摸摸 蛤 知道為什麼 有網絡歌手小小M 以及小Ella 聖結石等網紅合唱的台灣版 你不紅榮登冠軍 Ciraca 仿柯P名列第三 網紅時代人人搶賺財 過去就有YouTuber 公布收入計算方法 依照流量賺錢 每一千次瀏覽 淨賬約台幣三十元 以這群人服務業大報索影片 流覽人次七百零五萬 就有約二十一萬收入 Ciraca 跟科匹尬台語 六百人次近三百萬 也有近九萬收入 不過真正可觀的是 業外收益 以前沒辦法拿錢 回家孝敬父母 那這幾年就是 可以包紅包 然後正常的孝敬父母 到底收入是不是外傳的 破千萬網紅否認到底 YouTube官方也釋出 年度回顧影片 盛潔篪出現影片中 成為台灣YouTuber 登上年度回顧影片第一人 雖然說是 破百萬訂閱的YouTuber 但是最近也是風波不斷 所以就是風評也沒有到很好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勇敢 男生女神滿街都是 同一線能訓練幾次 光鮮亮麗 除外的是每部影片都繳進腦袋 進入自媒體時代 每個人都有機會 跟他們一樣成為網紅 三天新聞 張哲 吳成君 特別報導